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火炬传递现场 弯腰捡起掉落的国旗 网友,中国青年的骄傲 王一博在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中展现大国青年风采,弯腰捡起国旗获赞。 他用行动诠释了偶像的力量,传递了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梦想,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文明素养与爱国情怀。 王一博闪耀巴黎奥运火炬传递,弯腰瞬间展现大国青年风采。 在星光熠熠的国际舞台上,中国青年演员王一博再次以行动诠释了何为偶像的力量。 巴黎当地时间7月14日22点49分,北京时间15日4点49分, 这位来自河南的青年才俊,权雷UNIQ,王一博,肩负着荣耀与使命,正是踏上了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征途。 他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一棒火炬,更是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梦想,以及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崇高敬意。 王一博传递火炬石后,捡起国旗,直接登上热搜头条。 带大家看看现场的王一博。 王一博身着简洁大方的运动装,站在巴黎街头的那一刻, 他不仅是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明星,更是一名骄傲的中国火炬手。 当夜幕降临,灯火阑珊的巴黎街头被奥运的热情点燃,人群涌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在这样庄重而热烈的氛围中,王一博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与专注, 他手持火炬,脸上洋溢着自信而温和的微笑。 一步一步稳健前行,沿途的每一个步伐都显得格外意义非凡。 然而,正是在这样人声鼎沸的环境下,一个不经意的细节,让王一博再次成为了焦点。 在火炬传递的途中,他敏锐地发现了一面不慎掉落的中国国旗, 这一刻,他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停下脚步,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拾起了那面象征国家尊严的五星红旗。 更有网友发现,就算到了结束时候,王一博助理手中还一直拿着那面被掉落的国旗。 这一幕,不仅迅速被现场的相机捕捉,更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一片赞誉。 王一博的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文明素养和对国家的深情厚意。 网友纷纷留言,这才是真正的偶像。 王一博,好样的。 在国际舞台上,他弯腰的瞬间,比任何时候都帅气。 这一行为,无疑为他的形象增添了更多的正能量,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青年的风采与担当。 此次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 对王一博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里程碑,也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与积极正面形象的认可。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代表,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偶像的力量远不止于舞台上的光鲜亮丽,更在于能够引领社会正能量,传递爱与责任。 王一博巴黎火炬行,爱国情细节暖人心。 王一博,这个名字,如今已不仅仅是一个偶像的代名词,它更像是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悄然间渗透进了无数人的心田。 在巴黎的阳光下,当奥运圣火缓缓穿越这座浪漫之兜的每一个角落,王一博,这位多才多艺的青年,以一种近乎神圣的姿态,站上了荣耀的巅峰,他成为了奥运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 这一刻,对于王一博而言,是荣耀,更是责任。 他的每一步奔跑,都不仅仅是对个人梦想的执着追求,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崇高的致敬。 那熊熊燃烧的火炬,不仅照亮了巴黎的街巷,更点燃了全世界人民对于和平,有意与团结的无限向往。 王一博,就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这份来自东方的热情与希望,传递给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真正让人动容的,不仅仅是王一博在火炬传递中的英姿萨爽,更是他在传递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份细腻与温情。 当看到地上不慎掉落的国旗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与迟疑,而是立即弯腰捡起,动作自然而流畅,仿佛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这一小小的举动,却如同一股清泉,瞬间滋润了无数人的心田,让人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感动。 这不仅仅是对国旗的尊重,更是对家国情怀的深情表达。 在王一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爱国情愫,他不需要华丽的辞早来修饰,也不需要刻意的张扬来显摆。 他就像是一种本能,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基因,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王一博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王一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优秀青年代表? 他不仅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用才华征服了无数的观众,更在生活中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着正能量, 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追求卓越。 他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他的人品与修养,让人不禁为支点赞与敬佩。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里,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挑战, 只要我们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勇于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与成就。 喜欢王一博,就是选择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喜欢王一博,就是选择了一种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 这样的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喜爱与尊敬。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